我们会在这一刻做什么? 我们会在这一刻记得如何? 这是我们的未来和选择的选择 我请你选择的大力 佩洛西弹劾川普 表明了民主党仍无法跨越 2016年大选失败的阴影 几个月来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一直警告那些发扬的民主党人 要小心弹劾的风险 他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 两天前佩洛西宣布正式弹劾川普 由于他的言行 如果众议院不能全力以赴 这将是一场政治灾难 无论是未能就弹劾条款进行投票 还是未能在他的多数党中 获得足够的票数通过任何条款 川普都将被视为是无罪的 这很可能导致他再次当选 民主党人显然认为 美国人和他们一样痛恨川普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对这一战略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这也证明了 他们并没有从罗伯特米勒的 调查报告中吸取到教训 一则在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文章上写道 本周一川普总统成为第一位 在联合国召开宗教自由会议的 美国总统 他以全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 拉开了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的序幕 在联合国秘书长和副总统的陪同下 总统宣布 对于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来说 宗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 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罕见的 在我们谈话的当下 许多有信仰的人们正在被监禁 被谋杀 而他们通常是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截至2009年 世界上超过80%的人口 生活在限制宗教自由的国家中 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总统称这个问题是一个紧迫的道德责任 宣布美国将投入2500万美元 推动捍卫宗教自由事物 并为此建立一个企业联盟 另外来自一篇Washington Examiner上的编辑委员会写道 川普周二在联大的演讲中表现得非常好 他指出联合国无权骚扰成员国 人民有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以及保护无辜生命拒绝堕胎的权利 他说联合国有多项计划 皆试图维护胎儿在出生前可以随意被堕胎的权利 并要全民买单 全球的官僚人士毫无权利可以如此攻击反堕胎国家的主权 川普也提到了 未来不属于全球主义者 未来是属于爱国者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当中一段精彩的演说 最终的理由是 如果你想自由 请受诱在你的国家 如果你想自由 如果你想自由 持续用于你的自贵 如果你想自由 爱你的国家 称人士 率有一定项目的 他们自己的民族 和自己的国家 第一 未来不义 在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一篇文章上写道 川普政府使辛苦工作的劳工们 将能更容易地获得加班费 劳工部正在公布一项提高工资门槛的最终规定 根据这一项规定 所有员工无论职业如何都有资格获得加班费 这是自2004年以来首次成功的修改加班费的规定 主要受益者将是那些没有上过大学农民和年长的工人 大约有130万人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川普真新闻 欢迎您留言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